一家團聚月圓人團圓 是這個世界上最感動的故事了 不過昨天晚上大家怎麼過中秋呢 有跟家人團圓嗎 好 其實呢 台灣長跑見將的黎一傑 在私物上吃著台灣送去的月餅 反省了自己就征服私路 一百多天來的點點滴滴 再過三天 他就要跑完私路了 每個人心目當中都有一條私路 在私路上過中秋可真是難得的體驗 跑了一百多天的黎一傑 剩下不到三天就能寫下歷史 他的心裡滿是感謝 Joe也好 Steven也好 或是之前的那個很多就是 來來去去的這些工作團隊 其實他們都也就很包容我們 就是這個兩個三個 甚至一開始的四個這個長跑的團隊 出門在外一百多天 在私路過中秋 都當然會想家 還好有一群 充滿默契的工作夥伴陪著 其中還有人是跟林一傑 一起長大的小學同學 看過他走過這麼多 挑戰自我極限的活動 其實這一次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很了不起 我五公里要花一個小時 所以應該我的時間 大概是時速 五公里的 對啊 然後我以為說五公里 應該可以來來這裡撐一陣 結果一來我就知道完了 好辛苦 六十歲的私路大使也在挑戰自己的極限 私路中秋連歡晚會 有滿滿的溫暖動力 讓林一傑和私路大使們衝向終點 中天新聞綜合報導 我到了